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树九寒天 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呼呼地刮着 刺骨而入 这天正午时分 大同府广昌县的北城门处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 一进城门 乞丐们就朝着城门附近的一间包子铺涌了过去 掌柜的一看不妙 索性当了一回好人 将三四龙热气腾腾的包子端到了路中间 瞬间 乞丐们就蜂拥而上将包子抢了个金光 在这群乞丐中间 有一个十多岁的乞丐显得与众不同 他并没有上前去抢 而是站在原地呆呆地等了起来 仿佛在等着有人给他送过来一般 其实 乞丐并不是不想上去抢 而是压根就抢不过人家 他身形瘦小 不要说走路了就是说话也有气无力 就像是得了一场大病似的 看着狼吞虎咽的乞丐们 小乞丐不由地舔了舔嘴唇 随后 他又挪着沉重的双脚 忙无目的地朝着广昌城里走了进去 走着走着 在一家绸缎铺门口 小乞丐一个踉枪摔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见有人倒在了门口 绸缎铺里瞬间冲出来一个伙计 嘴里一边骂一边将小乞丐脱离了门口 或许是还不解气 伙计竟然伸脚在小乞丐身上踢了两下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男子从不远处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男子姓陈明玉璋 今年整整20岁 正是绸缎铺刘掌柜的上门女婿 十多年前 在一次外出经商途中 刘掌柜不幸遭遇劫匪 幸好遇到了进山打猎的陈列护 陈列护冒着生命危险将刘掌柜救下 被救之后 刘掌柜对陈列护是感恩戴德 亲口许诺要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刘婉儿 许配给了陈列护的儿子陈玉璋 没过多久 刘掌柜一家就心生回忆 于是和陈家的来往也就越来越少了 原本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门亲事会逐渐被人淡忘 但就在两年前 陈玉璋却找上门来了 为了能给儿子谋个好的前程 陈列护省吃俭用把儿子送进了学堂 陈玉璋这孩子既聪明又勤奋 小小年纪便考取了秀才功名 就在陈列护暗自高兴之际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了 陈列护两口子双双染了重病 临死前陈列护拿出了当年刘掌柜给他写的一封书信 郑重其事地交代儿子一定要前去提亲 爹娘死后 陈玉璋便拿着这封书信找到了刘掌柜 其实陈玉璋找刘掌柜的目的并不是要提亲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刘掌柜资助他读书 以便能够完成学业考取功名 见到陈玉璋后 刘掌柜表面上装出一副知恩图报的样子 可暗地里却早就想把陈玉璋赶出家门了 说得不好听点 在刘家 陈玉璋表面上是刘家的姑爷 但其实他的地位还不如一个仆人 不仅是陈掌柜两口子 就连刘婉儿也时常对他冷嘲热讽 说他是寄人篱下的穷酸秀才 对于这些 年轻气盛的陈玉璋好几次都想搬离刘家 可为了自己的学业他忍了下来 这一天 陈玉璋拿了点干粮 一大早就朝着城外的学堂去了 走到绸缎铺门口时 陈玉璋便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 他这人心地善良 见绸缎铺的伙鸡朝着一个乞丐骂骂咧咧的 于是便走了过去 尚未走到跟前 伙鸡就看到了他 陈玉璋这个穷酸姑爷的事情 伙鸡们都知道 于是伙鸡便皮笑肉不笑地朝着陈玉璋问道 这不是陈姑爷吗 你这一大早的又干什么去呀 陈玉璋并没有理会伙鸡的言语 而是看着地上的那个乞丐问伙鸡 这人是怎么回事 伙鸡说道 今天早上还没做生意 这个臭要饭的就躺在了门口 姑爷 你说会气不会气 陈玉璋上前俯下身子 朝着乞丐看了看 见小乞丐并未死去 于是就将他扶了起来 对着伙鸡说道 快去拿点水来 伙鸡见陈玉璋对自己腰五喝六 心里顿时不高兴了 我说姑爷 你这时干什么 你连自己都快管不了了 还有心思去救别人 对于伙鸡的嘲讽 陈玉璋并没有往心里去 此时他的心里只有小乞丐 见伙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陈玉璋有点生气了 我说你这人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赶紧拿点水来 见陈玉璋生气了 伙鸡也就没再多言语 随后 极不情愿地倒了一碗热水出来 围着小乞丐喝了一碗热水之后 小乞丐终于缓了过来 随后 陈玉璋又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拿了出来 给小乞丐围了下去 吃了一点东西之后 小乞丐总算有了点精神 说来也怪 别看小乞丐有气无力的 但他的一双眼睛却特别有神 并陈玉璋疑惑的是 尽管他与小乞丐素不相识 可自从他看到小乞丐的那一刻起 陈玉璋就感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见小乞丐并无大碍 陈玉璋便扶着他离开了绸缎铺 因为还要出去读书 陈玉璋便对小乞丐说道 我怎么看你都不像是个要饭的 这样吧 每天我都会路过这里 你要是实在要不到饭 就在城门附近等着我 到时候 我给你带点吃的 你看怎么样 听陈玉璋这样说 小乞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 安顿好小乞丐以后 陈玉璋便急急忙忙地朝着学堂走去了 此后的几天 陈玉璋每天都会多带几块干粮来封给小乞丐 不过 就在第五天他刚离开厨房的那一刻 刘掌柜将他堵在了门口 玉璋 我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救助一个小乞丐 你能有这份善心我很高兴 不过 我们家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 你在这里的开销已经不少了 不要忘了 现在是谁来养活你 听刘掌柜这样说 陈玉璋也有点不高兴了 这样吧 以后我也不会多拿干粮了 我把我的那一份云出来给他 这下总行了吧 说完 陈玉璋便将多拿的几块干粮拿了出来 随即转身走了 听陈玉璋这样说 刘掌柜的脸上顿时挂不住了 于是 便又冲着陈玉璋数落了起来 陈玉璋就装作没听见似的 气呼呼地就出了大门 来到城门附近时 陈玉璋便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半给了小乞丐 从学堂回来之后 陈玉璋发现小乞丐在路旁哭泣 于是便上前问起了缘由 一问才知道 原来就在他走后不久 好几个乞丐就将小乞丐手中的干粮抢走了 小乞丐打又打不过人家 只好饿了一天 看着哭哭啼啼的小乞丐 陈玉璋很是无奈 一番思索之后 他决定将小乞丐带回刘家 偷偷摸摸地回到家后 还没等安顿好 刘掌柜就知道了消息 于是 火冒三丈的刘掌柜 便气冲冲地找到了陈玉璋 玉璋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 爱于当年你爹对我的恩情 我才将你收留了下来 供你吃喝 供你读书 你知不知道 这两年 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你倒好 多拿干粮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又把他给我带回家了 你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赶紧把他赶走 不然的话 为了小乞丐能有个容身之所 陈玉璋低声下气地求起了刘掌柜 就在这时 刘掌柜的女儿 也就是陈玉璋为过门的媳妇刘婉儿听到消息 也赶了过来 看到小乞丐后 刘婉儿顿时指着陈玉璋的鼻子就骂道 好你哥 陈玉璋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一个穷酸秀才还想做善人 你也不看看自己 今天咱们就把话说明 要不你就把那个乞丐赶走 要不你们两个一起走 小乞丐似乎被这阵势吓住了 顿时正脱开陈玉璋就要往外走 陈玉璋连忙一把拽住了他 看着小乞丐无助的眼神 再看看凶神恶煞般的刘家妇女 陈玉璋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一回 陈玉璋没有生气 而是转身默默收拾起了东西 收拾好东西之后 陈玉璋朝着刘掌柜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 刘大叔 这两年来多谢你收留了 我这就走 咱们两家的情分从此也就断了 这两年来虽说有些磕磕绊绊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 至于婉儿吗 说心里话 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将你取进家门 说完 陈玉璋拽着小乞丐 头也不回地就走出了刘家 陈玉璋走后 刘掌柜一家并没有表现出来特别的高兴 反而倒是显得有点气急败坏 对着陈玉璋的背影又骂了一顿之后 这才消停了下来 离开刘家以后 陈玉璋和小乞丐忙无目的地走出了城 路上 小乞丐问陈玉璋 大哥 是不是我拖累了你 陈玉璋笑着说道 说实话 我早就想离开那个家了 多亏了你 我才下了决心 不然的话 我还不知道要再忍气吞声多久呢 既然离下的生活 我早就不想过了 小乞丐又问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刚才只顾着意气用事了 惊小乞丐这么一问 陈玉璋这才冷静了下来 是啊 该去哪里呢 思索了一番之后 陈玉璋笑着说道 别怕 天下这么大 我就不相信 难道真的能把我们饿死吗 你放心吧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 我就断然饿不着你 一路乞讨 十多天后 陈玉璋和小乞丐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随后 两人在一间破庙里住了下来 白天 两人一起出去讨饭 到了晚上 陈玉璋则借着微弱的火光专心读书 就这样 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贫寒 但却快乐的时光 三个月后 陈玉璋找到了一份上门教书的差事 主人姓赵 是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 陈玉璋的差事就是教赵元外年仅八岁的儿子读书 在谈这份差事时 陈玉璋的工钱要得很低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乞丐带在身边 赵元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 可令陈玉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等他回到破庙里 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乞丐的时候 小乞丐就像是从人间中发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玉璋直直地找了三天 依旧没有小乞丐的丝毫音讯 无奈之下 陈玉璋只好先来到了赵元外家里 一边教书 一边慢慢打听起了小乞丐的下落 转眼间 陈玉璋来到赵家已经一年多了 陈玉璋这个人不仅识文断字 而且知书达理 深得赵元外的厚爱 于是 赵元外便有了将他招为上门女婿的打算 把这个想法和陈玉璋说了以后 因为有了刘家的经历 陈玉璋起初并没有答应 但经不住赵元外的一番劝说 陈玉璋终于答应了下来 见陈玉璋答应了 赵元外连忙筹办起了婚礼 就在婚礼即将举行的前三天 一场意外发生了 这天闲来无事 陈玉璋便计划去城外散散心 顺便打听打听小乞丐的下落 为了节省时间 他便抄了条进路 这条进路能节省大约少半个时辰的时间 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要路过一片烟花之地 就在陈玉璋低头赶路的时候 路边的一座小楼上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听到哭声 陈玉璋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就在这时 一块手帕从楼上落了下来 掉在了他的正前方 陈玉璋很是纳闷 于是就上前将手帕剪了起来 就在陈玉璋打开手帕的一刹那 他的心猛地悬了起来 这块手帕陈玉璋再熟悉不过了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 陈玉璋急急忙忙打开了手帕 手帕上只有四个鲜红的大字 救命 婉儿 看着这熟悉的字体 陈玉璋陷入了沉思 手帕是刘婉儿的 上面的字也是刘婉儿写的 他怎么会在这里 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别人的新郎了 该不该管这件事 要是管了 会不会惹得赵家人生气 可不管吧 不管刘家当年怎样对待过自己 毕竟在人家家里吃过两年的饭 俗话说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 我能袖手旁观吗 想到这里 陈玉璋便将手帕揣在怀里 装作如无其事地走进了清牢 仔细打听了一番之后 他终于打听清楚了 原来 刚才哭喊的女子就是刘婉儿无遗 那年将陈玉璋赶走之后 刘掌柜便开始给女儿说起了婚事 很快 一门亲事就谈成了 可等到结婚那天 刘掌柜才发现 自己的成龙快婿竟然是一个又单又傻的男子 那户人家既有钱又有事 花重金买通了没人 在没人口中 傻小子变成了翘狼君 刘掌柜一气之下 便将前来迎亲的人全部赶出了家门 那户人家顿时恼羞成怒 于是就动用各种手段对刘掌柜进行报复 不到半年 刘掌柜就撒手人寰 他一死 没有了依靠的刘婉儿便被人卖到了青楼 进到青楼后 刘婉儿受尽了非人的虐待 走投无路之下 他便咬破手指在手帕上写了几个字 以图能有人看到将他救下来 得知了事情的来拢去脉后 陈玉璋就决定要将刘婉儿救出苦海 于是他就告诉青楼的老宝 说是自己看上了那个女子 要将她赎身 老宝一听顿时喜出望外 于是就开出了价码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双方约定以一个月为限 一个月内 只要陈玉璋凑足200两银子 刘婉儿就能离开青楼 临走时 陈玉璋特意嘱咐老宝子要善待刘婉儿 并且不能将他的姓名透露给刘婉儿 事情是定下来了 可哪里去找那么多银子呢 一番思索之后 陈玉璋决定将事情告诉赵元婉儿 就是自己未来的老丈人 以图能得到他的帮助 刚一进家门 陈玉璋就被赵元婉叫了过去 进到客厅时 赵元婉正一脸阴沉地在那里坐着 见陈玉璋进来了 赵元婉没好气地问道 玉璋 再有两天你就要成婚了 你怎么跑到烟花之地去了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我这老脸往哪里割 自己刚从那里回来 赵元婉怎么就知道了 难道他派人跟着我了吗 略一思索之后 陈玉璋便说道 岳父大人 小旭今天想到城外去散散心 为了节省时间就抄了条件路 正好路过青楼 赵元婉冷笑一声说道 我怎么听说 你还去里面逛了一圈 有这回事吗 陈玉璋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的确是进了青楼一趟 不过我是有事情才进去的 哼 进青楼能有什么事 岳父大人 你听我慢慢解释 随即 陈玉璋便将在青楼遇到刘婉儿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元婉 听了陈玉璋的解释后 赵元婉顿时愣住了 我说你是不是傻 当年可是刘家将你赶出家门的 你不记仇也就罢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找未来的岳父借钱 想要救出当年差点做了你妻子的人 说你心里是不是还对他念念不忘 陈玉璋说道 我并不是对那刘婉儿念念不忘 在我心里更感激的是 当年刘家对我的那份恩情 赵元婉冷笑一声说道 既然你还念着那份恩情 我看这门婚事也就算了吧 马上带着东西从这里搬出去 听赵元婉这样说 陈玉璋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他并没有反悔 而是回到屋子里默默地收拾起了衣物 随后离开了赵家 第一次因为救小乞丐 陈玉璋离开了刘家 这一次他又因为要救刘婉儿而得罪了赵家 你说他值得吗 离开赵家以后 陈玉璋又回到了当年 他曾经和小乞丐住过的那间破庙 对于陈玉璋来说 二百两银子无疑就是天文数字 可到哪里去找银子呢 不要说二百两银子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填饱肚子 幸好他画的一首好画 走投无路之下 陈玉璋只好在路边摆起了花滩 就靠写字卖画度日 可每天卖画的钱仅仅够他填饱肚子 眼看离和劳保约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陈玉璋的心里甭提有多着急了 这天下午十分 陈玉璋正在画滩前打着瞌睡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来到了画滩前 男子告诉陈玉璋说是明天母亲七十大寿 他想要给母亲送一幅画 只要陈玉璋画得好价钱不在画下 听了男子的要求 陈玉璋马上动手画起画来 不久之后 一幅著寿图就画好了 拿到画后 男子很是高兴 于是就给了陈玉璋一笔不少的银子 说来也怪 自从卖了这幅画以后 他的生意就好了起来 此后几天 前来求画的人是络绎不绝 很快 陈玉璋就凑组了二百两银子 拿到这笔银子 陈玉璋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青楼 将银子如数交给劳宝以后 刘婉儿终于离开了青楼 不过 刘婉儿始终不知道到底是谁救了他 将刘婉儿救得脱离了苦海之后 陈玉璋便来到了省城 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乡市 一个月后 陈玉璋如愿以偿地考中了举人 得知自己中举以后 陈玉璋分外高兴 来省城也有些时日了 但都没有机会前去城外的 名山大川游览一番 考中举人以后 陈玉璋难得地给自己放了个家 准备到城外玩上几天 第二天 他便兴冲冲地来到了城外 就在他匆匆赶路的时候 前方的路上突然间走来了一顶轿子 陈玉璋连忙闪在一旁 等着轿子过去 可奇怪的是 就在轿子走到他跟前的那一刻 轿子忽然停住了 紧接着 四个教夫上前就将陈玉璋塞进了轿子 陈玉璋慌了 连忙立声问了起来 可那几个教夫却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抬起轿子就走 见反抗无用 陈玉璋索性不再理会了 他倒要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半个时辰之后 轿子停下了 紧接着 陈玉璋被请了下来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宅院 门口站着好几个仆人 从仆人的穿戴打扮不难看出 这户人家一定非富即贵 怀着疑惑的心情 陈玉璋缓缓推开了门 就在推开门的一刹那 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院子里全是纸张 仔细看去 竟然全是自己那些时日迈出去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的话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他目瞪口呆的时候 一个五十多岁的来头朝着他走了过来 陈玉璋定睛一看 此人不正是第一个买自己话的人吗 陈玉璋正要发问 老头却对他说道 陈公子 里面有请吧 我们家大小姐正等着你呢 你们家大小姐 她是谁 陈玉璋疑惑地问道 老头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带着他朝着院子里走了进去 把陈玉璋带到一个客厅之后 老头便先下去了 就在陈玉璋举促不安之际 一阵脚步声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一个十五六岁的富家小姐走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这个人 陈玉璋很是奇怪 明明觉得很是眼熟 可就是想不起来 曾经在哪里见过她 就在这时 富家小姐笑了 听到这笑声 陈玉璋想起来了 她就是小乞丐 原来 小乞丐名叫张小月 是整成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 那年因为与家里闹了点小矛盾 就父亲离家出走了 在陈玉璋到赵玉外家里的那一天 小月父亲派出找她的人 恰好找到了她 尚未来得及和陈玉璋道别 就被带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 小月并没有忘记陈玉璋 直到陈玉璋被赵玉外招为女婿之后 小月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张家的产业遍布各地 在赵玉外家附近也有她家的产业 尽管陈玉璋已经安定了下来 但小月却时时刻刻关心着她 在陈玉璋从赵玉外家里搬出来以后 小月便派人打听起了缘由 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小月决定暗中成全 陈玉璋的这份善良 于是 她便派人前去陈玉璋的画摊前 将她的画买了下来 后来 陈玉璋高中进士 两年后 陈玉璋和小月结为夫妻 两口子恩恩爱爱 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